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今日NBA最具轰动性的事件 无疑就是凯利欧文在客场挑战魔术的比赛中 砍下60分的生涯新高的全场比赛 欧文出手31次命中21球 其中包括8季3分 帮助球队以150比108大胜魔术的同时 球队也取得了4连胜 继续巩固了自己的季后赛系位 在今天的比赛中 欧文一上来状态就十分火热 半场比赛结束之前 欧文就砍下了41分 要知道当年威尔特 詹伯伦砍下100分的比赛 也是在半场之前砍下了41分 得知前队友欧文的出色表现之后 胡人球形乐布朗 詹姆斯第一时间发布动态 对于欧文的出色表现进行了称赞 詹姆斯发推表示 凯利 你住手吧 别这样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詹姆斯在近期第二次称赞欧文的表现了 在前段时间欧文砍下42分率队取胜的比赛 詹姆斯也是第一时间站出来称赞欧文 不得不说 两人虽然之前有过摩擦 但是詹姆斯的心胸确实宽广 对于欧文真的是包容有加 本赛季 欧文虽然因为拒绝接种疫苗问题 缺行了大部分比赛 但是他确实具有超级球星的实力 如果欧文在本赛季初就出战比赛的话 男王本赛季确实是夺冠该率最大的球队 詹姆斯对于欧文近期表现的接连称赞 不由的让人猜测 如果两人在下赛季能够重新联手 会不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湖人最近的状态很糟糕 他们在周一面对太阳的比赛中 内线遭到暴打 结果课唱111比140惨败太阳 太阳第一节就得到48分 昨天面对朦胧的比赛中 湖人第一节仅仅只得到12分 单节输掉22分 尽管他们后面疯狂反扑 但是还是无缘逆转 遭遇两连败 从最近两场比赛来看 湖人从湖三崩变成湖一崩 状态越来越糟糕 目前湖人以29胜39负的战绩排名西部地球 林仙替湖仅仅只有一个盛场的优势 毫无疑问 本赛季的湖人已经宣告失败 尽管农眉没有付出 但是就现在而言 农眉的付出不太可能带领这只湖人走出泥潭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湖人应该把目光转向今年夏天的休赛期 而在今年休赛期 湖人管理层肯定会处理微少的合同意 而蓝旺虽然目前仍然拥有季后 但是在季后赛的比赛中 排名东部第八的蓝旺是断然没有主场优势的 即使杜兰特将独自带队出战季后赛 如果欧文在的话 两人率队上演黑八奇迹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欧文缺席 蓝旺能够胜出的概率不大 这样一来 在目前纽约当地民运的防疫规定 修改的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 蓝旺很有可能会将欧文交易出队 这对于湖人来说就迎来了一个良好的机会 毕竟即便欧文只能出战客场 他的作用也要比现在的威少强 如果欧文重新联手詹姆斯 再加上安东尼戴维斯 三人将让湖人重新具备争冠竞争力 只不过对于蓝旺来说 他们大费周折几起的三巨头 就以这样的形势分崩离析 肯定是不甘心的 杜兰特从伤病中付出来到蓝旺 没场比赛可以说是尽心尽力 如果还没有办法夺冠 想要他的球队可以说是多的是 因此 如果杜兰特也决定离队的话 湖人打包威少加守闻签 交易得到欧文 就成为一笔有望达成的交易了 你认为湖人与蓝旺之间 这笔交易达成的几率有多大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接下来球哥带大家看看勇士的消息 继续补强 勇士太阳暴衣换衣地震交易 单场25万力值个住库里冲端 晋级场比赛 太阳球员比勇博的出镜率非常高 他近期的命中率能达到恐怖的74.5% 作为内线球员 比勇博正在用自己的实力 来赢得在球队中的位置 他现在的上场时间 正在慢慢超越买击 而成为球队中仅次于爱顿的第一替补中锋 比勇博本赛季场均能够得到6.5分和5.2篮板 投篮命中率能够达到61.8% 表现非常高小 据悉 太阳修赛其考虑到球队续约问题 保罗和布克作为两大核心自然是顶心 爱顿上赛季就因为没有给他支付顶心 而和管理层产生了矛盾分歧 据消息人士透露 爱顿大概率会得到他想要的薪资而留在太阳队 这样太阳还要考虑布里奇斯和佩恩的续约问题 大概率会选择送走比勇博 比勇博在西班牙开始篮球职业生涯 201年通过选秀进入NBA 先后效力于山猫县黄蜂 猛龙和魔术等球队 比勇博臂展惊人 运动天赋好 具备出色的封盖能力和高效的篮板能力 但进攻相对粗糙 2022年3月4日 NBA球员工会官方宣布 比斯迈比勇博当选为NBA球员工会副主席 任期为3年 比勇博的身高6尺9却有着7尺7的恐怖臂展 这让几乎能担扰到篮下的每一次投篮 比勇博对比赛充满激情 一直带着一种强烈的动力打球 这种个性让比勇博有机会 在NBA也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 很多人认为比勇博很有可能 成长为塞尔及伊巴卡和本华莱斯的结合体 而比勇博几乎没有任何进攻技巧的缺陷 会成为在NBA进步的一大障碍 他有着惊人的臂展和优秀的运动天赋 具备出色的封盖能力 在防守端很有震慑力 而且盖帽的时机和反应都很好 常被看作篮下的守护神 跑动很快 有成熟积极的比赛态度 是球队防守端的催化剂 进攻端可能稍显逊色 但是防守端的实力绝对是不可忽视的 他曾单场比赛抢到24个篮板 成为球队赢球的关键先上 而比勇博的能力正是勇士 非常稀缺和渴望得到的 消息人士透露 比勇博一旦进入自由市场 勇士便会率先展开追逐 随着怀斯曼迟迟不复出 有知情人士透露 怀斯曼的实力比起上赛季 基本上没有进步 这也彻底搭显了勇士管理层 想要夺冠 只靠库里克莱格林是远远不够的 他们还需要在篮下有一个强有力的护框者 本来寄希望于怀斯曼 如今也遥无音信 据悉 勇士愿意送出一个四轮签来得到比勇博 以此来补枪自己的内线 这样 完整体的勇士刀下赛季 依旧是独冠大热门 后卫球员有库里克莱的首发水花兄弟 替补有进步飞快的普尔和防守出众的配转 封线球员首发是格林加威基斯 替补有两大潜力新秀库明加和穆迪 还有烙将伊哥达拉 中锋位置由鲁尼加比勇博 加怀斯曼加别理查 勇士的阵容深度依旧无敌 库里的首座FMVP奖杯也还有希望 最后球阁赛带大家看看76的消息 76人遇好组三巨头 惨遭19分力转后 哈登 恩比德迎来最强帮手 据美美FW透露 76人队准备在今年夏天追求奇才队的比尔 恩比德对于他的能力青睐有加 在哈登来之前 他其实更想要跟比尔搭到后场 76人管理层愿意付出哈里斯 加马克西加赛布尔加2023年首门签 作为代价得到奇才队的当家球星布拉德·比尔 奇才管理层愿意放弃布拉德·比尔吗 其实他们没有更多选择 比尔遭在2019年就和球队 预签了两年7014万美元的合同 下个赛即将拥有球员选项 如果他选择跳出最后一年的合同 奇才队将面临人财量空的局面 所以比尔对于自己的未来 具有绝对的话语权 比尔今年28岁 身高1.93米 B站2.03米 体重95公斤 本赛季场均出站36分钟 可以得到23.2分 4.7晚版6.6主攻 投篮命中率45% 比尔绝对是交易式场上的稀缺品 他是个出色的接球投篮型射手 上赛季在至少出手100次接球投篮的球员中 他的有效命中率61.7排名第27位 他能够轻松地融入任何战术体系 不喜欢霸占球权的打法 是团队型球员的代表人物 同时 比尔也是一个靠谱的挡拆持球人 这使得他既可以打有球 也可以打无球 这些优点足以吸引那些 有心打造三巨头的球队 所有主教练都希望队里能够有一个像他这样的球员 反观其才队 如果最终挽留比尔无望 76人队所给出的这份交易筹码 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 在哈登的交易中 蓝王队曾多次索取马克西 赛布尔这两名天赋一顶的年轻球员 都没能说动76人队管理层 马克西今年21岁 身高1.88米 体重91公斤 本赛季代表76人队处占60场比赛 场均得到17.3分 3.4篮板 4.4助攻 极具培养价值 赛布尔今年25岁 身高1.96米 体重91公斤 本赛季可以拿到 5.7分 2.4篮板 1.2助攻 1.8强断 1.1封盖的全面数据 他在防守端存在感十足 他们两人的加盟队与奇才队的重建工作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体来看 这是一笔队与76人 奇才两支球队 都能够取所需的交易 球迷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笔交易如果能够最终达成 76人队能够获得下赛季的NBA总冠军吗